剩下的我們其他有不在處理嗎? 又發生什麼事? 我們幫我們稍微講一下昨天的經過,因為昨天鄭英鵬的助理有PO文對你有些批評,那因為市長是說,能不能就是你這邊把誤會細節稍微講清楚一下就好了? 批評你有看到嗎? 沒有勒,因為幕僚有跟我講,那我就想說也許他不認識我啦,這個實際上就是立法院當時他有來送件的時候, 那他有提到說1月16號是一個立法院的說明會,那當下送來的那個他們叫管理員還是什麼? 那我跟他講說好,這個我會親自出席,所以那另外就是有秘書會隨行,那後來我看了那個議程,我跟他講說那個後面的餐訪,就是環境的餐訪跟中餐餐序我不會去,那這個我們都有跟他登記好 那這個去做說明會我想這個對我來講很重要,因為譬如說我聽到裡頭總務處的一些怎麼樣的去申請,其實很重要裡頭一個我還聽到的就是資訊處,就是說他裡頭有資訊處,他能夠提供我們的,譬如說我們立委的一個個人的網站,還有就是那個選民服務,他有一個網站,再來就是他有一些圖書處, 圖書處裡頭有一些,譬如說每天的國內外的一些大事情,還有公報處他有一些,就是那個議題的一些,那個議程,公報,其實這個對我來講都非常受用,當然你說叫助理去當然也可以,但是我覺得就是對我來講就是抱著一個學習的心, 那只是我,就是出來我不曉得就是你們太多媒體了,可能讓他覺得說我不曉得他的誤會是什麼,就是說我帶了一堆媒體去 他是批評你做秀,然後說出去的時候太吵,然後說解釋預算跟協商的時候離開,就是他有點這樣子的批評 沒有,因為大概就是他的議程時間是到10點20分,本來就預定10點20分就是應該要,我們的那個說明就應該要結束了,那我也是已經到10點半,我就是中間已經說明了我才離開的,對我想 因為畢武姐剛好他也是比較敏感,他是民進黨立委,鄭英宗的助理,那大家知道他這次在國會單獨過半,會不會覺得有點好像是,地頭就是那種,在下馬威的感覺 不會啦,不會啦,我覺得那個,這個要就是,也是告訴我們就是,可能就,我覺得解釋清楚就好了 會覺得自己很委屈嗎,就還沒進去國之前,然後就被這樣造出了公司 還好啦 而且還是別的委員的助理,對啊 還好啦,我想他也不是故意的吧,他只是因為,其實可能不知道啦,後面來了這麼大,大狗票的記者 其實我也不知道你們來了這麼多媒體這樣子,那如果,是我們很吵吧,還是你們媒體很吵 因為姐客想要問一下,昨天,因為昨天有去找那個,跟侯安去找郭台移民,那是不是有做一些事情請欲,那以後是說有什麼地方可以兩邊來合作嗎 因為選後了,我想大概就是有一些紛紛牢牢啦,常常講說兩邊的幕僚怎麼樣,主席出國前就交代說,反正他就是一個長輩嘛,而且鴻安在這裡,我就想說跟鴻安還有陳遠,我們家陳遠, 就是說去跟前輩請一下,有一些好的政策,鴻安要進國會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推的部分,當然如果跟我們民眾黨的一些政策理念是一致的,那我們就會納入到我們的黨團來討論,我想這就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拜會。 有甚至之前的誤會跟他做一些提心解釋嗎? 欸,他不覺得誤會。 所以兩邊的關係都還是非常的好嗎? 對啊,因為我還問了他說,欸你為什麼會對媒體說你喜歡蔡壁爐? 哈哈哈哈哈哈 那他為什麼? 這個是秘密不可以跟你們說 還有說喜歡你們的意思是什麼? 你們想不到的,跟那個都沒有關係,都沒有關係 對,對啦,跟我的個性,他說對,那另外的原因就不能講 哈哈哈哈 好,你們下一集嗎? 喔,好好,就下一集啦,好不好 好,去聽聽 謝謝,謝謝 不是你們那家太吵欸 你們太吵了,那人家終於誤會了啦 那你們要幫忙啊 那我今天來問,我覺得這個力口可能很大力量 那拜託你們今天要幫我承清 今天來問,每一位都要幫忙 因為我想說我也不認識他,那我覺得那是一個誤會 那是他個人的感受 那昨天目標的時候看,我說 那應該是可以少吵吧 我們這樣默默躲出去啊 那你們有解釋,你們沒有吵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拜託,拜託,拜託 拜託,拜託,拜託 不要讓我海邊進去會就會 好 那這一狗跳 是你們,是你們 特別,特別,特別,讓大家可以先打 拜託再講 拜託,拜託,謝謝 好,謝謝 好,謝謝,謝謝 拜託,拜託,拜託 我們會進去正式的會議 好 像這種事情裡面,我們就要一起來跟大家一起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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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